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西班牙巴塞罗那,一年一度的MWC2023世界行动通讯大会,展会上全球一线厂商云集,众多前沿技术和创新产品其亮相,多家头部企业纷纷展出的最新产品和前沿技术,并围绕行动平台技术,5G卫星通讯等趋势深度创新。 其中,最吸引人眼球的展台之一,便是斜拳系旗舰产品《强势秀肌肉》的联发科展台,以全景方式展现出其全球多元化布局。 展会现场,联发科旗下丰富的产品组合和技术受到了大量与会者的关注。 展台上,联发科展出了面向高阶手机的旗舰燕机9200,推动WiFi 7,WiFi 6E,WiFi 6发展和普及的Filogic无线连接平台,助力打造先进生产力工具Chromebook的Continue行动运算平台,赋能高品质影音娱乐体验的Pintanic智慧电视平台,以及全面覆盖家庭、商业、工业等多种应用场景的Genio智慧物。 联网平台,此外,有联发科技术驱动的来自不同领域的全球领导品牌的电子装置也在参展之列。 这两年,大放异彩的天机5G行动晶片以高效能、高能效、低功耗著称,手机厂商可基于天机打造具有差异化体验的高阶智慧型手机。 大会期间,联发科展出了天机9200极箭行动晶片。 由于集成行动端应体光线追踪等技术,助力终端实现高品质、高流畅度的行动游戏体验, 为玩家带来丝化流畅的沉浸式感官享受。 创新的智慧影像语音技术,可通过多人分割和多层色彩管理技术优化影像画质, 为高阶手机提供专业级影像科技。 前不久,联发科与德国电讯使用天机9200旗舰晶片率先成功完成了AT-SSS-3GPP Release 16标准的概念验证, 聚合的多接入连接技术可提升用户的无缝连接体验。 作为在实验室中实现的首批关键用力,AT-SSS接入流量切换功能, 可满足在5G行动网络和WiFi网络之间相互切换, 有助于保障稳定的语音和视讯通话质量, 为用户带来不中断的网络连接体验。 该解决方案适用于现有的蜂窝接入网络和WiFi接入点, 易于以经济高效的方式提升网络效能和用户体验。 联发科还与爱立信合作展示利用5G毫米波波数技术 来提高连接的效能表现和稳定性。 此外,联发科还展示了基于是德科技5G网络仿真解决方案的 毫米波5G UltraSame省电技术。 该技术可以有效提升5G装置在高速数据传输应用中的续航表现。 除了行动游戏和影像技术的趋势, 近年来的另一个热点话题是折叠机。 MWC期间,联发科展出多款折叠形态的手机, 包括搭载天机9000PLUS行动平台的 OPPO Find NR Flip和Techno Phantom V4的折叠机。 联发科天机系列不仅助力了折叠机实现产品力升级, 也为市场带来更多选择, 给折叠机市场注入了全新活力, 持续为消费者打造旗舰标杆体验。 本届展会期间, 联发科不仅展出了在5G方面丰富的产品组合、 技术研发与合作成果, 其面向无线连接、物联网、智慧电视等领域的产品和技术 也纷纷登台亮相。 无线连接技术方面, 联发科展出了业界先进的 Philogic Wi-Fi 7 Wi-Fi 6E Wi-Fi 6解决方案构建的完整装置生态系统。 作为一直积极参与Wi-Fi 7标准制定的企业, 联发科立足于终端厂商和用户的需求, 深耕无线连接技术, 与众多行业伙伴紧密合作。 Philogic系列以丰富的产品组合, 为路由器、智慧电视、手机、平板电脑等消费电子装置, 提供先进的Wi-Fi解决方案, 凭借高速、低时延和低功耗表现, 为终端装置提供稳定且长效的优质无线连接体验, 长期推动Wi-Fi技术的发展和普及。 今年的重点则是, 联发科带来了突破性的 5G飞地面网络NTN双向卫星通讯技术, 卫星网络旨在填补行动网络覆盖的空白, 并为终端产品提供更加可靠的远程通讯方式。 这其中, 3GPP 5G非地面网络NTN技术是关键, 为手机等装置提供双向卫星通讯应用支援。 同时, 联发科与Bullet合作, 率先在全球推出采用3GPP NTN技术的商用手机 摩托罗拉DeFi 2和CAT-S75。 两款手机均采用MT68253GPP NTN晶片组, 支援Bullet卫星通讯服务, 可为全球用户提供双向卫星通讯讯息传输, 位置共享和紧急SOS呼救等功能, 让用户在偏僻地区或在船上等无行动网络连接的区域, 也可以保持联系。 据业内人士分析, 这项技术将成为未来高阶手机的标配, 卫星通讯服务的市场将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 联发科还分享了下一代5G非地面网络技术, 以迎接未来支援卫星通讯的新型装置。 即将推出的NR NTN晶片组将为装置提供更高的连接速率, 适用于导航和实时通讯等应用。 卫星网络将在未来几年赋能NR NTN应用, 开辟前景广阔的个人、企业和工业用力、 助力手机、物联网装置和汽车获得可靠的连接性优势。 联发科表示, 未来几年内,其卫星通讯产品组合将基于3GPP5G27先进标准, 发展IoT NTN和NR NTN技术。 IoT NTN技术主要支援低连接速率, 并且目前多数卫星网络均支援该技术是传输讯息的理想选择, 而NR NTN技术支援更高的连接速率, 在视讯通话等应用场景潜力巨大。 联发科的IoT NTN解决方案采用了独立的晶片组设计, 易于装置制造商将双向卫星通讯技术集成到手机等5G和4G装置中。 不同于其他非标准化的解决方案, 联发科采用3GPPR17 NTN开放标准, 对OEM厂商或运营商而言, 无需针对特定单一规格研发产品更具灵活性。 其中,MT6825 IoT NTN晶片组可连接地球同步轨道GEO卫星, 易于转换为3GPP NTN标准卫星网络使用。 此外,它还允许装置自动接收来自卫星的讯息, 不同于需要用户手动检查讯息的同类解决方案, 可提供无缝的卫星通讯体验。 该晶片组可助力装置拥有更长的电池续航时间, 高度集成式设计有助于加速产品上市进程。 多年来,作为3GPP NTN标准的重要贡献者, 联发科积极推动卫星通讯技术创新, 持续与行业头部伙伴密切合作测试和研发先进的5G NTN解决方案。 联发科此次展示的5G NTN解决方案为手机、物联网装置、 智慧网联汽车等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联发科此次协全系产品和技术组合参展NWC2023, 成为本届展会的一大焦点。 从5G行动平台到无线连接解决方案, 从前沿卫星通讯技术, 到多款由先进技术驱动的电子装置展示, 展现出联发科打造的多元化产品组合所使用的超强先进技术, 以及在行动通讯产业稳固的地位。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